有一個給我,有一個... 屍心戰 呵呵呵呵 安安 這副好難玩喔 這副難玩過頭了 呵呵呵 真的難玩過頭啊 我們其實不用怕 不小心抽到卡加斯刃拳 因為這樣 就這張 雖然現在只能抽一張卡加斯 雖然現在只能抽一張卡加斯 可是 卡加斯進來之後變成至尊這個也可以抽 OK 全手10張 開水元素 可以爆他一張嗎 屍心喔 燒火槍齁 燒火槍齁 我都打屍心啊 呵呵呵呵 屍心戰 呵呵呵呵 就這樣我兩個OTK都斷掉了 不過我們其實這牌蠻多法術的我覺得 然後我可以用這個來抽牌 哇 沒得抽了 我可以用這個來抽牌 我可以用這個來抽牌 所以我們現在的策略是 疲勞他或是把他臉敲爆 之類的 超弱 都腐化 有機會用這個啊 就要把他印象 去抽牌 黏著我的血腰 有 黑水元素 喔!他也失心了 敵爆 麻煩虛空之瘋 那很鑽 喔!這是長這樣喔 我一直以為這個是長別的樣子 希望生氣 好啦!那希望生氣是我的了 原住院 哈哈哈哈 跟原先combo是蠻像的 我也有那麼一絲絲的不一樣 開對話母蛋 開對話 所以這會叫很少飛魚出來 還在抽喔 反魔法陣 半野樹滅 喔!還有這個 對齁 OK 很明顯這個是打臉吧 這個交換這個吧 他可能還有一張希望生氣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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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心戰 怨恨不用 唉唷 致命雙歇 砍到庫房超好 這樣我們死費有play OK OK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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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應該也是掏著這把吧 最怕光榮犧牲 可是這樣可以防暴風 鼓舞人心的補刀 這邊選盾猛的原因是因為他打了鼓舞人心的補刀 劍盾合璧能夠解東西的機率會下降 好可怕 好可怕 OK 這等一下可以被女盾獅給腐化 只是這邊能不能打女盾獅是一個問號 還行啊 我還真的有法術 他沒有帶無信念 OK 聖盾 縱怒 我這樣還沒有鬥是不是應該覺得很難過 改變一些事情 他根本就不會讓我玩到OTK對不對 對 他的秘密我是都撥掉 已經除掉六個秘密了 是嗎 還是五個秘密 他應該沒有意思 我們看你選擇 他應該會覺得很難嗎 他很難化 他應該是適合最好的秘密 就很難吃 噢,信念耶。那抽的是信念。 根本就用TK不到。 法師喔。 OK。 究竟我還能再偷到一次獅星套牌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這找到了嗎? 他應該絕對是... 他不一定帶私信阿,說實在。 法師都找到了。 D雷區。 你應該是打這個PASS。 可以考慮撞進去啦。 他這人最強是頂爆。 選擇打福恩寶珠喔。 所以這張基本上確認他是那個。 偵察奇兵之斧。 先不打錢幣吧。 他也沒有在防男孩無賴的樣子。 刃拳。 這張也還不錯。 惡魔怎麼辦。 再一張惡魔怎麼辦。 9張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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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張牌。 9張牌。 實裝牌 現在都不帶迷迷喔 QQ 減3 等下啊 這感覺超怪 應該要打恩諾斯 克尊面具吧 賬費有點慢 減12費而已 偏少 減12費有點少啊兄弟 喔這手下有了 看是函冰護體 這是綠洲盟友 了解 我們要打這把武器 安安你爆牌了 安卓 全甩 我當然要開始甩這把武器了 等一下為什麼會有軟病 寶福恩寶珠給了 盾刺 他還有一張退化魔彈 阿克所有人都死去了嗎 一張 哩 你是不是在身邊 不是 你不是什麽 我還有兩個克孫套件啊 好怕我沒拍了 2 3 2 4 5 7 9 9 這還蠻有可能會被退化掉的 來 3 2 第一眼 OK 我沒有其他重物一次的 我兩個男孩無賴真的在最後9張欸 好討厭喔 他剩一張火球跟一張克斯文面具 10星喔 OK 他只有一張啊 他只有一張啊 剪刃 最後一張是啥呢 可是他7倍都打掉他10星也不會好拿去 就是 火球 呵呵呵 GG啊 這就是空戰 呵呵呵 那腳痠 所以就是今天的 雙OTK 但其實不用OTK的 戰士 沒有錯 我打了幾個勝場都不用OTK 對 因為基本上你把 版面扣下來 大家都知道你有帶克斯文 就都會直接投降 呵呵 很可惜 不過 對 遊戲就是這樣 那另外一個OTK其實是 復魂的灰蛇 希拉斯把他轉過去 然後你再盾猛 這一隻 然後對手就會受到你盾猛的那個量 所以我們其實有兩個OTK 那你可能會想說 我們哪來這麼多假的量 這個假量的來源就是 至尊卡加斯的 來 會給你的假量 大概就這樣 希拉斯其實也可以靈活使用 不過要稍微注意一下希拉斯的轉來轉去啦 拿海無賴用的時間點其實還蠻有趣的啦 有時候拿海無賴也可以節奏出 不過其實這一副我比較推薦在 撰五之前使用 因為 撰五之後使用 sorry 就是撰一到撰五或傳說 使用會比較好 因為那邊控制的對局比較多 然後基本上這也是一個偏反控制的牌組 所以會比較好一點 而且那裡對手通常也會 給你比較多尊敬啦 這副我後來覺得一個比較大的點是 其實蝎子非常重要 因為沒有蝎子的話 我們的資源基本上不大夠 而且T3你如果不下蝎子的話 通常都是一些爛到不行的play 英雄能力護甲傷啊 或是英雄能力控過 所以其實蝎子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有斧頭也不錯啦 因為斧頭是現在標準戰士的抽牌方式 其實有些牌可能甚至還可以改動啦 可是說實在 現在的控戰真的非常非常缺甲 所以這張牌就幾乎一定要帶 約恨帶也一定要帶兩張 因為不然真的太缺護甲了 他們拿掉超多戰士的護甲啦 不然就帶這個啦 可是因為也只有街人風暴 之前一定會帶這張原因 是因為你還有苦痛在 可是現在也沒有苦痛來做類似的combo 所以就糟一些 大概是這樣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那我們就之後再見囉 掰掰 都不知道 我是小燦